一句话总结 它不是最激进的 但绝对是最稳定的 这颗70瓦把苹果店员的工程底线 展示得一清二楚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充电器领域 苹果一直以稳著称 稳到让人觉得它根本不在乎性能 只在乎安全和品牌溢价 但这一颗70瓦的充电器 苹果唯一的一颗大功率 采用单化价器件的充电器 号称史上最干净的输出纹波 发热还低到离谱 体积比老款的140瓦小了一大圈 一时间被不少人吹成了 苹果最良心的充电头 可问题是 它真的有传说中那么极致吗 纹波效率温身 在满载状态下能否保持 苹果的神级稳定 别信传说 我们用仪器说话 这次就让数据告诉你 苹果的70瓦到底是技术觉醒 还是又一场品牌神话的续集 镜头前 这一排苹果充电器 就像是苹果今年来电源时的 一次集体亮相吧 当然我手上还没有及其 这一枚5瓦的小方块 存在了整个iPhone时代的开端 没有快充 没有协议 只有一个信仰 20瓦的出现 算是苹果的觉醒开始 接口从A口 换成了Type-C口 功率翻了4倍 但依旧延续那种 极简到冷漠的设计语言 30瓦 35瓦双口 再到最新的40瓦 外观依旧是方正 体积略有浮动 甚至连塑料的光泽和转角曲率 几乎一致 典型的 苹果能不变的地方 绝不多花一毫米 这颗70瓦出厂 整个充电器的重量 只有165克左右 拿在手里更紧致 也更密实 整个外壳依旧是 架族化设计 正面金雕的苹果logo 单USB-C口 孤独的设置在侧边 和旁边的140� 巨无霸一比 它少了一圈笨重的工程味 更像是苹果 重新审视的性能与优雅的平衡点 外表平静 内心高压 而它的真正实力 马上要在测试环节里揭晓 外观我们已经看完了 接下来咱们就让它真正上电 毕竟这是苹果自家的充电器 协议一如既往 它只走标准的PD协议通道 没有PBS 没有SCP 也没有任何安卓私有快中 所以这次我们只采集苹果生态的数据 主角就是这一台iPhone 16 Plus 看到能否完整触发 PD3.0的15V档位功率曲线 随后就是进入70瓦的满载 长时间烤机测试 看看它在连续输出下 能否保持功率稳定 温控在线 目前这副苹果16 Plus 是一点点都没有 我们直接充电 采集数据 这个16 Plus充电已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 这个手机从0到100 一共用了1小时40分钟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 而且很完整的苹果充电曲线图 有需要的可以保存一下 我们再来看0到80的充电曲线图 也是非常标准的 四阶段苹果充电曲线 最高的峰值功率 跑到36瓦 只坚持了大概40秒钟时间 然后进入28瓦的第一阶段功率 持续了43分钟 逐渐下降功率到第二阶段 21瓦左右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9分钟 后面是第三阶段 4-5瓦的功率 持续了7分钟时间 最后一阶段 9瓦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4-5分钟时间 就充到80% 这个时候就转为5V的基础功率 进行卷流充电 从0到80很标准的53分钟时间 什么叫做标准的苹果充电曲线 大家看这个曲线度就知道了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这个温度曲线也是非常聪明的 我是第一次采集到这样的充电曲线 它的温度曲线上升是成阶梯状的 最高温度35度 向降温度的时候 它也是成阶梯状的 就说明这个充电器 内部的温控是非常聪明的 充电过程 咱们室列温度21摄氏度 协议和实际充电 我们已经测完了 但这些还只是日常使用 真正能看出一颗充电器底细的 是接下来的满载横流烤机测试 因为Markbook笔记本电脑 它的负载是动态的 功率一直在波动 对于充电器来说 它不是最严苛的负载 而咱们专业的负载仪是横流拉载 直顶70瓦满功率 不收手不喘气 这对电源的温控保护策略 都是比笔记本更残酷的考验 现在我们进入真正的战斗模式 这个充电器 70瓦的功率 持续输出 大家看一下 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 非常平稳 71瓦的真实功率 持续输出了两个半小时 我们看一下温度采集线 采到的充电器表面的温度 最高温度是在50摄氏度 其实这个温度 在一个小时10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在50摄氏度了 后面这一小时20多分钟 基本上就是一直维持在 50摄氏度的水平 不涨也不降 我用热像仪 又来采集了一下 它表面的温度 跟我们采集线采到的温度 是差不多的 是51.3摄氏度 充电口的温度 反而只有49摄氏度 这个充电器 70瓦的足功率输出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它的温度控制 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测试的时候 咱们试列温度 21度左右 敢问一下 70瓦左右的水平 还有谁能够比它更强 我估计是没有了 满载烤机 我们已经看到了 它的稳定性 接下来要检验的 就是这一颗电源的 最核心 也就是最能体现 工程水平的指标 电能转换效率 简单讲就是 看它到底要从墙上面 吃掉多少瓦的电 吃得越少 说明架构越先进 损耗越低 越省电 吃得越多 那就是拿温度和寿命 再做交换 首先是110伏 待机功耗的情况 经过十几分钟的测试 这个待机功耗 在110伏的时候 仅为0.09瓦 大家要记住 15瓦功率 110伏输出 17.8瓦 这边指榴输出 14.95 也就是15瓦 折算转换效率 84% 27瓦功率 110伏输出 30.3瓦 这边指榴输出 26.8瓦 折算转换效率 88% 45瓦功率 110伏输出 50.6瓦 这边指榴输出 45.3瓦 折算转换效率 90% 70瓦功率 110伏输出 78.6瓦 这边指榴输出 71.3瓦 折算转换效率 91% 现在是 220伏 供况 经过十多分钟的测试 在220伏的情况下 它的待机功耗 约为 0.14瓦 比110伏 仅仅高了 0.05瓦 45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 18.1瓦 这边指榴输出 14.9瓦 折算转换效率 82% 27瓦功率 220伏输出 30.5瓦 这边指榴输出 26.8瓦 折算转换效率 88% 45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 49.97 也就是50瓦 这边指榴是 45.3瓦 这样折算转换效率 91% 这可是45瓦的时候 70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 77.9瓦 这边指榴输出 71.3瓦 折算转换效率 92% 烤鸡 效率 我们都测完了 接下来要看的 就是这颗电源 最容易包露底细 也是最建工程水平的项目 交流文波 网上很多人说 这颗苹果 70瓦的文波 干净的很离谱 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咱们现在就上试播器 让真实的波形 告诉我们答案 1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 48.5毫浮 平均文波 45.3毫浮左右 27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 52.1毫浮 平均文波 49.2毫浮左右 45瓦功率 文波最高 66.8毫浮 平均文波 63.6毫浮左右 最高功率 70瓦的时候 文波为 78.1毫浮 平均文波 74.2毫浮左右 四个档位 文波最高 没有超过 80毫浮 非常不错啊 如果只看宣传 你很难想象 苹果 还能在这个 70瓦的小方块上 做出什么样的新花样 但是我们这一次 完整测试跑下来 它确实给了我一个 比较明确的答案 这颗70瓦 不靠噱头 也不靠极限数据 它赢在一个字 稳 协议部分 依旧是苹果的老风格 只走标准的PD 但在苹果生态里 它能把iPhone iPad MacBook的充电逻辑 压得非常的干净 比如16plus的 整条充电曲线 功率下降 像滑雪道一样平滑 温控 不暴躁 不乱跳 没有抽风式的掉瓦 这就是苹果的底层功率 横功率烤机 也是这次的最大量点 连续两个半小时 死死的拉在70瓦 从头到尾 没有掉过一次挡 电压像尺子一样比直 还有纹波 稳在50至75毫v区间 外壳的温度 也只是稳定在 50摄氏度左右 它不是在硬撑 而是在轻轻松松的 输出它的额定功率 这一点就比市面上 很多宣传的65瓦67瓦 要强多少倍了 效率表现同样是扎实 该省电的地方不浪费 该稳的地方寸步不让 苹果的电源架构 从来不追求极限 但它能把所有的指标 做到够用之上 过度堆掉之下的 那一条黄金线里面 你说它有没有短板 也有 它不支持PPS 对安卓用户没有意义 70瓦只能单口 扩展性一般 而且苹果的定价 依旧是贵得理直气壮 但如果你是苹果用户 并且需要一颗 在出差 日常 长时间工作场景下 都能满功率不虚的砖头 这颗70瓦 就是目前苹果阵营里面 最均衡 最能打 也是最值得买的这一个 一句话总结 它不是最激进的 但绝对是最稳定的 这颗70瓦 把苹果电源的工程底线 展示的一清二楚 咱们的测试 只是第一步 真正有意思的是 它内部到底堆了什么 这颗70瓦 既能压住文波 又能压住温身 淡化加架构怎么布 滤波怎么做 主控SR 实践到底是什么料 下一期拆解片 我们直接把它剖开 把这颗最稳的 70瓦的底绳秘密 全部摊在桌子上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会真相 认真车灾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车灾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门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由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